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此时正在面临着家庭危机 以前是一名前途无量的橄榄球运动员 却因为一些事情最终选择了平凡的工作 一次他搭乘返回费城的列车 在列车上我们隐隐能够感觉到大卫有种很怪的感觉 却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但是接下来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大卫乘坐的列车发生了事故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那儿了 而他也得知了一个消息 自己搭乘的列车发生了事故 130名乘客全部身亡 而大卫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并且毫发无爽 这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所以当地的新闻媒体特意报道了这件事情 还把男主这位幸存者特意提了一下 这让很多人都知道了他的存在 而之后在教堂遇难者追到会上 大卫也来了 但离开的时候在街的车上发现了一张卡片 里面后来写着 你是否从未生过病 这是一张很奇怪的卡片 竟然会写这种问题 不过这也让大卫留了个先言 所以他特意去上班的地方 问了一下自己是否请过假 同事查了之后告诉他 你已经五年没有请过假了 他以为大卫是想要加薪 实际上并非如此 之后回到家的大卫还询问了自己的妻子 但因为和妻子的关系出了点问题 所以妻子对他的询问并不是很关心 回答也是很含糊的 但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第二天他带着儿子 来到了这张卡片上 写着限量收藏的漫画店 这家店的主人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名主角 伊莉亚 这张卡片就是伊莉亚给大卫的 而伊莉亚为大卫解释了自己是谁 并说了自己的故事 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 伊莉亚有先天的遗传病 很容易骨折 出生的时候就因为多处骨折 哭闹不已 大家都称呼他为玻璃人 本来他可能会在这种痛苦中慢慢死去 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 抱怨甚至恶毒而死去 直到一次 妈妈给了他一本漫画书 至此他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了 也把他抬上了一条寻找生命意义的道路上 他坚信既然上天会安排他这样的人存在 那么肯定世界上会有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一个永远不会生病 永远不会受伤的人 而他从新闻报道中发现了大卫的存在 一个在列车事故中生还 并且没有任何伤口的人 原本伊莉亚准备用自己的一套理论说服大卫 并表示大卫应该是拥有非凡能力的人 类似于超能力 并说以前的重大事故 比如飞机失事 酒店起火等等都没有人生还 只有这次的列车事故 发现了大卫是唯一的幸存者 但显然大卫不吃这一套 还认为他是一名骗子 最终带着儿子离开了 但回到家里的大卫 还是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和遇到的那个人感觉到奇怪 他发出了被他藏起来的报纸 上面的报道写着 本地体育明星在重大车祸中受伤 而那位明星就是他 这次的受伤让他退役了 但是他真的受伤了吗 而为什么他的婚姻会出现问题 并不是因为出轨 也不是因为和妻子的感情变当 仅仅只是因为他每次醒来都会觉得悲伤 准确的说是莫名的悲伤 他似乎找不到生命的终点 发现不到生命的意义 如果没有经历这次列车的事故 也许他的人生会非常平淡 然后和妻子离婚 最终独自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城市中生活 我们先回到电影中 随着他和伊利亚的接触 他似乎发现自己身上真的存在着某种力量 比如他能够发现进来体育馆内的人 身上是否携带着一些微型品 一开始伊利亚一直是听男主说的 但是他用自己脆弱的身体 甚至不惜摔伤 验证了大卫说的话 那个瘦瘦高高的人 身上确实藏着枪之一类的 并且男主的儿子还为大卫印证了一个事实 大卫的体力非常的强悍 原本断力身体举重是不会超过270磅的 这次儿子加的重量 只是为了测试父亲拥有超能力 甚至最后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了350磅左右 这本来不是一个正常的能够举起来的重量 也可以说 这不应该是大卫这种能够举起来的 这让儿子相信父亲应该是有超能力的 一次记得儿子和同学打架 大卫来到了学校处理这个事情 却遇到了以前的一位老师 他向大卫诉说的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大卫为什么怕水 那是因为他以前溺水过 而且是整整在水底下5分钟 5分钟是什么概念 还是溺水 不是憋气 这一切的一切都印证了一个事实 大卫不是普通人 最最可怕的是他的儿子 为了印证大卫不会受伤 准备用枪射击他 我的天啊 这个想法真的太可怕了 即使大卫真的不会受伤 但是万一这一切是假的呢 还好最后被大卫给喝止了 小男孩丢掉了枪 当大卫经历了迷茫 困惑 犹豫 甚至质疑等等这一系列的感情 最终在伊莉亚的帮助下 他走上了一条 本应该属于他的道路 最初他为什么不做体育民心 是因为那次的车祸 让他明白了 自己可能真的不会受伤 但身边的人会 死亡离自己很远 却离亲人很近 这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大卫断物后 询问伊莉亚 我该怎么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伊莉亚告诉他 你只要走到人群中 就会发现自己应该做什么 确实 大卫拥有和别人接触 看到对方身上发生过的事情的能力 他救了那被绑架的一家人 成为了一名英雄 然后再也没有感受到那种纠缠多年的悲伤 甚至他那个无名英雄的报纸 都给儿子看了 就是为了告诉他 这是我 你的父亲也是一名英雄 原本我以为电影会这样结束 可是最后的那五分钟 真的惊到我了 原本大卫和伊莉亚成为了好朋友 而在一次伊莉亚的画展上 他们再次相遇 可是就在最后和伊莉亚握手的那一瞬间 大卫的超能力 看到了让他无法接受的画面 原来以前的飞机逝世 酒店起火 甚至列车出轨的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伊莉亚引起的 这让大卫无法接受 而伊莉亚这么做 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心中所想 把这种寻找到那种不会受伤的人 概率提高那么一点点 真的太可怕了 最终大卫报警 将伊莉亚绳之一发 而伊莉亚也被当成精神病人 关进了精神病院内 看完这部电影 除了好看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了 套用别人的一句话 为了这个超能的重生 这个脆弱的漫画发烧友 铺垫了一条充满血腥和悲伤的道路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去再见